虽木小未开 但是梅高耸入天仓 志向高有抱负 额宽而方 有些五人的气质 体质家 知性能力强 有胆有识 理事业常当 梅谷墙也是很有自信和勇气 只是眼小山根凹 早年的墙运 很难顺畅的流入到中年 那么脸颊皮肤比较粗糙 带酒糟 似有五人的粗犷 还好酒糟没有沾染到鼻子 鼻头肉鼻翼宽 残云旺 鼻间孔 有些豪气和仗义 容易仗义书才 人终身子似风 双唇饱满有书 本性是寡言 不善言辞 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 骚有些地包天 运势容易反复 但是晚年下巴兜兜能想清闲 俗话说手指尖尖能想清闲 与主手指调达饱满 指头尖如竹笋 是清闲命 水星手也是典型的女人手 有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 三宫饱满 浮运深厚 不过手相强在了掌型 弱在了纹路 纹路偏浅 特别是生命线浅淡 初期见锁链 体质一般 出身环境也一般 脑线和生命线粘贴比较长 本性来讲还是偏保守谨慎 做事放不开手脚 脑线还出现了折断 脑线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变化 折断代表心里受到创伤 从感情线也可以看出一二 感情线中期 导文杂文比较多 重情感性 依赖性强 容易犯情伤 脑线和感情线尾端 都见分叉 容易吃了 五官精致 但是略显小家子气 对女人来讲无大碍 耳圆见耳垂 浮运不错 只是耳阔稍脱 个性强 有些好胜心 别看是个美女 内心很有想法和主见 额头饱满 聪明早运煎好 煤烧农不散 性刚烈 忠贞感很强 敢爱敢恨 眼烧露白 但是眼神犀利 洞察力强 山根尤其的饱满 有主见和定理 认准的事情能够坚持 印堂开阔 难成的事情 他也不会强求 只是鼻烧短 未能延续山根的强运 鼻头尖 比较有灵气 有悟性 烧一些全强鼻弱 中年运程不长久 鼻孔剑 中年才进才出 人中见沟 紫丝风 唇薄带棱脚 伶牙利齿 得理不扰人 一犯口舌是非 下巴兜兜 短胖手手骨藏 但是肉质偏硬 纹路深刻 由筋骨之人的倔强和毅力 长色暗红 气血不通 注意肝胆方面的疾病 纹路看是船长 船长人的独立能力强 胆子大 早年的有些叛逆和任性 什么先来看 中年阶段 有三道横门干扰 第一道横门开始的时候 顺目线内侧 同时有一条亲密关系线伴随 说明出入社会 遇到困难 有贵人帮扶 而这个贵人 也是将来的 自己的另外一半 后面两道横门 也干扰到了亲密关系线 说明两个人 结合过程并不顺畅 45岁之后 横门消失 运势逐渐的明朗 人生也到了收获的阶段 感情深 职 感情当中的保守 专一 深情投入 吴二新 掌测见多条旅行文 出行遇归人 甚至有出国发展